电动车以及5G热潮的带动之下 第三代的半导体 成为了投资市场最热的话题 鸿海甚至要喊出 他渴望成为台湾新的护国神山 而未来的关键通讯跟车用 都非靠他不可 究竟第三代半导体是什么 即将要引爆多大的商机呢 今天黄瑞伟分析师来揭秘 更要分享五档 最充的半导体3.0的标股 抢赚就要看这一集 股市人炒店标股在里面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施伟 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 黄瑞伟分析师老师你好 施伟还有亲爱的粉丝们大家好 好的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 今天呢算已经是9月28号的晚上9点半了 但还是要跟老师说声教师节快乐 你也是个老师耶 对大家教师节快乐 老师在我们投资界已经有几年的经验了 30多年而已 30多年很资深 好经验资深丰富的黄瑞伟老师呢 今天带来的主题邀请大家呢 一起来看到的是哦 中国大陆能耗双控的限电政策让台股也缺电吗 上涨无量下跌也无量台股似乎缺乏了动能 那么万七是否是关键一定要守住黄瑞伟老师来告诉你 以及未来的关键材料非他不可 黄瑞伟分析师要来揭秘第三代半导体的商机 好来看一下呢 今天的台股部分啊 台股今天呢是开低走低 一度呢最低跌到了17113点 大跌了200点 幸好最后呢跌幅是收敛的 但是呢今天电子股啊表现比较不佳 而包含了昨天的台积电啊 以及联电 今天跌幅呢也都超过了1% 以及货归三雄长荣阳明望海 今天都是在平盘之下低档整理 所以今天呢大盘的卖压颇重啊 而最终呢下跌了132点 跌幅是0.7% 收在了17181点 成交量呢则是萎缩到了2552亿 好看到这边呢 可以看到我们的加权指数依旧是 在月线之下 等会请老师来解析 另外看到贵买指数的部分 今天跌幅更深了 跌幅来到了0.91% 成交量呢则是缩小到671亿 好老师看到台股的部分 我想请教你一下 昨天我们还在开心说呢 这个台股连续三根的红K 把中秋节呢 回来的那个跳空下跌的缺口 已经把它补足了 没有想到只开心一天而已 今天呢又下跌了 老师有机会再把那个缺口 给它填补起来吗 有没有机会可以咚一根 就突破了上面粉红色那根月线呢 还是有机会哦 好 只是需要一点时间 对 要看一下我们现在高市公路走在哪里了是不是 对对对对 记不记得我们大概两三个礼拜之前 来上过节目嘛 那当时就修这张图给大家看 台股经过北一高嘛 1.803次 历史新高点18,034点 对那二高就在17643 那这个波段曾经跌到16248 然后涨回到这个17633 那17633有没有过北二高 没有没有没有 差一咪咪一点点嘛 大概差10点嘛 对对对 没有突破 那当时我们学说进入休息站 是 就是休息整理了 是 那你看哦 从此之后 这两三个礼拜 大盘就在这个地方 混 你说混吗 对 老师真的说混 跑不动了吗 对为什么混呢 重点在成交量 我们说缺乏动能嘛 那现在盘市就涨无量 跌也无量 相较之前 大盘的均量是5000多元 在六七月的时候 好像美梦一场 现在都不在了 对那八月份 那个均量掉到4000亿左右 那现在整个成交动能 调到3000亿以下 所以目前为止 因为量能不足之效 那大盘这个地方就震荡整理 所以我这字卡里面写什么呢 中多整理 中多整理 那目前为止其实都在 用时间消耗啦 那最近两根黑K出现在什么 四天之前嘛 因为大长黑棒是因为 中国那边 恒大的不动裁没有 赶快倒闭 那市长很紧张嘛 还没打还没到老师 对还没倒闭 爆发倒闭危机 对那一天呢 在我们中秋节放完 才能回来之后就马上大跌 350点我印象很深刻 对350点 那大跌之后我们当时 很多人很紧张 可是基本上实际上 我们对恒大的 铺险部位其实不大 所以很多人把类比说 这次恒大事件会等同一民国 这97年2008年金融海啸 美国那是什么 雷曼兄弟 那根本是什么 那个鸡腿比牙签嘛 根本不能类比好不好 所以刚才又涨了三天嘛 那今天这个黑棒怎么来 因为中国他们有利空嘛 能耗双控啊 对 限电 又限电嘛 从这个华南这个广东限电 到华中江苏限电 这是工业限电 到那个华北东山省 民生用电也限 从东到西可能 传说上海也要限电 连新疆也要限电 所以基本上在这个氛围之下 大盘今天下跌 也说这个消息没有影响 那基本上盘是目前为止 就守17000嘛 那17000是个非常重要的 所谓心理关卡 那我们说啊 每逢重大的这个 整顿关卡就是支撑个压力带嘛 那这是在17000就是多方的防守的 一个区间的支撑区 那这个地方我短线认为 因为量也不够嘛 对 量能不足 多方攻击的力道也不够 对 在3000元之下 所以我们暂时就把这个指数 铺有没有 先放两旁 我认为短线上个别股更加重要 那因为量缩的情况下 你要选择的股票一定怎样 是 是相对比较小股本 对 比较有上档空间 那另外呢 因为现在时间需求 今天9月28号教师节 那接下来就即将迈入第四季 那我们说股价是反映未来 现在所选择的标的 你不仅要看到第四季 甚至呢也要看到明年 什么产业相对有机会 那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就怎样 横跨第四季到明年 非常重要的明星主流产业 那股价反映未来嘛 那未来产业看好的情况之下 相关的族群个股 就会相对有发挥的空间 率先表态的机会先来了啦 对 那所以呢盘势波就让它整理 我们说个股更加重要 好 所以呢这边呢 黄若伟分析师呢 等会儿要帮大家介绍的是呢 第三代半导体 即将看好到明年的这股族群 跟大家来做分享 我们接下来看到三大法人 买卖超的部分 今天合计呢是卖超了154亿 连续买三天之后 今天转为卖 而外资呢也是卖超的 卖超139亿 外资卖些什么呢 来看到外资今天卖超的是 群刹长荣吉胜彩晶跟联电 蛮多的大型全职股的 还有没有在排行榜当中的是 长荣万海跟长明 长荣万海跟阳明 是今天呢外资连续第二天的卖超了 买的呢则是在今天盘面上面相当受到瞩目的台具 中信金 英业达以及长荣行跟南亚科 另外来来看到投信买卖超的部分 投信呢今天也买超了南亚科哦 所以南亚科呢是投信跟外资都买的 以及另外呢投信今天也持续的买超了 友达跟群创我们结婚节目当中有跟大家讲了 投信呢一直都在回头买面板股 以及呢台速跟华夏 这些都是相关呢今天上涨的族群 卖超的只是金像店中刚长荣 联电以及联帽啊长荣我帮他哭哭 外资投信都买了 好我来看一下呢今天的主题的部分呢 先来聊到的是未来关键材料 一定是非他不可 第三代半逃底的商机 黄瑞伟分析师告诉你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请上网搜寻股市热炒店 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哪些股票会涨哪些股票会跌 独家标股在哪里 股市热炒店告诉你 来看到今天黄瑞伟分析师 带给大家的主题聊聊的是 第三代半导体 第三代半导体的类股呢最近都很夯哦 他到底在夯些什么 跟原本第一代第二代的半导体 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有请黄瑞伟分析师老师 好先前呢第一代跟第二代哦 中国都已经落后全世界很多 他想借由第三代半导体的弯道超车 哦那第三代半导体 未来商机可不可以很大哦 因为未来5G也好 未来这个怎样 这个通讯也好车用吗车用也好 都会应用在第三代半导体哦 所以这个市场呢目前为止哦 炙手可热好 那未来的空间哦 应用空间越来越大哦 好那什么是第三代半导体呢 就有别第一代跟第二代 它的材料不太一样 嗯那第一代的材料在哪 矽 碳化矽 不是第一代是所一般的矽 矽为主对纯矽哦 那第二代呢就所谓的生化加 那第三代就进化到所谓的碳化系 跟氮化加的这个材料 那这个材料的特性在哪里 未来更省电 更符合减氮的需求 那现在大家讲到减碳嘛 那这个未来第三代办的更多的多元应用 包含什么呢刚所提到的 有车用的自动驾驶 还有5G 还有远端视讯 微创医疗 甚至无线充电等等 所以未来应用越来越广 所以整个市场的市况规模 也越来越庞大 好他竟然能够用在车用5G跟远距哦 这是代表呢他的材质 材料是跟以往更不同的 我们来看到下一页的介绍是 有关于第三代半导体的应用的特性 中间呢中间那一行的最下面 老师来帮我们做一下介绍好吗 好 我们就直接切入第三代半导体哦 它能够承受更大的电压 还有电源转换的效率比以往更佳 所以呢在整个未来就是第三代 高频部分的话 应用效率会更高 哦那觉得开电动车安全多很多的感觉 还有自驾系统 所以呢由这个新的淡化加 以及碳化系呢所合组而成的第三代 半导体的整个产业 我们要请老师来帮我们做一下 相关的说明 来看到下一页的部分呢 是第三代半导体的预估产值 有请老师 好这个产值呢从2019年预估到2025年 那从大概目前为止大概是500亿 到2020可以成长到2000亿左右的市值 那如果再把它拆开来看的话 年复合成长率碳化系大概是23.7% 那淡化加部分的话大概13.8% 都有两位数的成长 那这成长率其实都蛮高的 因为我们现在的半导体只要成长 能够超过两位数就不得了了 像现在第一代半导体等等 如果成长5%10%就很高了 那这个应用面更广之下 它的成长率更高 都是两位数的成长 所以为了这个市场是相当看好的 好那整个第三代半导体的供应链 邀请老师帮我们来解说一下了 我觉得这一页是今天的精华 老师再帮我们解释一下 好这个市场国内很多的 中央的厂商都有做投入 那很多厂商目前也处在练兵阶段 好那有些投入时间比较长 比如像这个汉磊或是什么 家庭部份都投入差不多10年以上 是那我们就整个工业内来看的话 好从晶圆代工 未来像台积电跟世界线性 他也会应用这个第三代半导体的材料 来帮他的客户做晶圆代工 那另外呢所谓的环球金啊 汉磊加金或是现在 所谓盛兴材料 就是这个一家这个新的公司嘛 他们在涨金数部分的话就是这样 比较琢磨 他是由这个盛兴材料是由广运的 跟他的子公司太极所合计成立的 新的材料公司盛兴材料 那再来看二极体部分 就是茂系跟蓬城 就是第三代半导体的运用面部分的话 未来呢也会应用到二极体上面去 那另外呢生化甲部分的话 我们说第二代是所谓生化家嘛 所以呢在往第三代延伸的时候 包含国内重要厂商 文帽 红杰科等等 都会在跨入这个领域这个市场 那这些业者在国内是属于 相对领先的族群 那我认为在整个市场 未来不断扩大之下呢 这些个股未来都有它相当的花卫 跟想象空间都可以做注意 好 虽然有一些是原料 有一些是应用 有一些是代工 我们来看一下老师帮大家 挑选出了五党的标股 让大家来做分享 首先先来看到第一党呢 是汉磊 汉磊最近转势不可挡 老师才刚创历史新高 对啊 我们刚讲说 目前大阪不是在整理吗 对 对不对 在17000上下整理嘛 那在整理的情况之下 能够投影而出 股价能够创新的公司 应该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不多啦 那为什么像汉磊 对 他可以这个波段 领先创新高 已经涨到130了 创历史新高 而且都还在所有均线之上 所以我们说比大盘强 因为刚刚大盘还说 压在月线之下 对 所以它是强势的多头表现嘛 什么叫趋势 你看整个均线的位置最明显 他从短线上无均线 实均线到月均线到 季线半轮线连线 是不是呈现所谓多头排列 对 还上扬类 对 这代表一个趋势嘛 一个多方趋势 对 那如果你单就去看 汉磊这家公司 他的上半年财报表现 其实不怎么样 真的哦 不是说要会赚钱才行吗 可是为什么 你看到财报觉得普普而已啊 没有赚多少钱啊 同期成长24.1% 看那个同期成长24.1% 其实不算多了 对 因为如果赚1毛 现在赚3毛是成长2倍 可是只有赚3毛而已 我就举例啦 所以那是一个相对比较到数字 那为什么它能够创历史新高呢 这么强势 因为我刚刚提到说啊 股价是反映未来 也反映说这个第三代半导体 我们刚刚提到汉磊这个集团 他这个领域里面他已经练功超过10年了 蹲点超过10年了 所以他可谓是什么 是这个领域先行者 投入很多的资源 在这个领域做个研究 那汉磊是所谓的汉磊集团的一员 那公司的老板其实算传奇人物 加黄敏奇 他有把一家公司做光束的卖给艾斯摩尔 卖了1000亿 他专门养这种公司 那你看哦 刚刚讲说汉磊其实没有赚多少钱 那为什么股价可以涨这么高 就因为股价会说话嘛 有未来性嘛 对就反映到未来性 因为股价永远是反映未来 那现在股价能够创新高之下 那进入整理 那也代表什么 这个产业区域还不在那发展 那或许等到有一天 获利明显成长了 股价可能会涨更高啊 哦是这样子 对 好所以呢要请大家 在他汉磊还没有非常的飙高高的时候 请大家要先来抢先布局啦 好下一档要来看到的是佳金 佳金跟那个汉磊 同属同样集团 那汉磊是佳金的母公司 所以汉磊是妈妈 佳金是小孩 但是他们都属于阿祖汉明集团的 对汉明集团养出来的 那基本上我们刚刚讲说 汉磊是处于比较偏 这个金盐代工部分 那佳金的只要琢磨在养金的技术 累金方面的技术 那整体而言 他其实个别公司的一个活力情况 也不是太强势 但是股价表现上也不错啦 虽然他也没有创新啊对不对 但还是能维持个高档整理的局面 那以他最近的量价呈现 这个上涨有量 压火有量缩 所以整理而言 这个是一个多方的一个趋势的个股 那未来这个 地上半辣体持续蓬勃发展之下 相关的这种加薪部分 它本身具有量产4寸6寸碳化性的累积的能力 还包括什么6寸的这个淡化家等等 所以呢他也是国内相关领域里面 非常重要一档公司都可以做出意 好这是佳金 上一档呢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的 广运呢在去年 对跟子公司太极所合作成立了 孙公司圣星材料 那我们圣星材料刚刚有讲到呢 他也是我们跟环球金累金 佳金一样具有重要地位的 对广运集团啊广运是母公司 那广运只要成立太极 太极是子公司 那太极跟广运有没有 这母子公司又合作成立 新的材料公司叫圣星材料 叫孙公司 那这家孙公司圣星材料 他已经成功跨足在 第三半辣体领域里面的碳化系 上有的涨金技术的这个领域 那目前已经拥有了4寸 还有6寸这个碳化系的导电型 这跟车载应用相关 还有所谓半绝缘体型 跟5G通信应用相关的领域 那今天的太极各位注意到 飙了喷了 他一根大红K超漂亮的 对 而且成交量也跟在上涨了呀 对红K就罢了 我们刚刚讲今天大盘是大跌 那整个波段上目前大盘 是个区间整理啊 是 那何德何能能够创新高 40.05的 对这意味什么呢 所谓股价会说话 股价说什么话呢 他说出他背后的产业趋势的怎样 一个话 这样有没有看得懂 有 四十胜于雄辩 让股价来告诉你 他到底有没有未来 对 股价是最客观的嘛 对不对 有价有量啊 这个买进去要花钱的 钱扎下去 股价才会涨 对不对 在这个大跌之下 能够花这种钱 有没有 让他大涨 创新高 那今天买的人他也不是笨蛋啊 他也不是职业功德会来救济的啊 他也想来赚钱的啊 对 代表什么 这个趋势是对的嘛 未来的趋势嘛 好 老师今天创新高了 希望接下来还有很棒的好表现哦 乡业党我们来看到是之前呢 也涨了蛮多的蓬城 埃及体 蓬城是属于什么 未来第三天办的 运用里面的 所谓的二极体 那整体而言 他目前为止是呈现这样 相对的整理了 这个波段呢 他最高涨到265块附近 那目前压回到200块附近 那我认为哦 他整理之后 随着第三类办导里 这个提供的发酵 那相关的个股 也会成为市场哦 资金所锁定的标的哦 那这种股票就趁着这个 亮出的时候哦 可以逢低布局 只是说那要花一点时间 做整理吗 做整理对 因为目前为止 发酵的是怎样最上游的 包括什么 这个金元代工的汉磊 对 他刚刚所提到的 这个做磊金的 这个太极等等 加金太极 对 那这一档是怎样 是属于后面 比较晚熟型的 比较下游一点了嘛 对不对 对 比较后面 比较下游的 这种股票可以 买进做布局啦 那大涨的时间就等它 轮涨嘛 前面的这个上游的先涨完 涨后面的应用部分的话 会多轮道啦 好 这是蓬城 接下来下一档呢 来看到的是 文茂生化家的大厂 对 那我们说生化家是第二代嘛 那其实本身文茂 他也看好未来 第三代半逃在台湾的发展 是 所以他已经在这个领域 他也布局好多年了 那未来呢 包括什么自动价值啦 5G都怎样 非常重要的产业的 运用方向跟趋势嘛 对 那目前为止哦 因为文茂 近年来看的话 他的整个货率情况 是比较呈现 没有那么好的状况 但是呢 一旦这个第三代半导体后面 蓬勃发展之下 那文茂 他也会成为整个市长 未来资金 搜寻的标的 那基本上文茂这两公司的话 其实法人都很喜欢 当然可以趁它股价在 相当低档的时候没有 是满低的 可以找机会逢利承接的 OK 不要花点时间哦 去布局啦 不要一直追高啊 要赶快逢逼布局啊 很重要 可以布局的股票 好 所以呢 就五党的股票 这次跟大家复习一下 是汉� 赫磊 加金 太极 蓬城 以及稳茂 提供给你第三代半导体 买的是未来 买的是梦想 那今天呢 黄瑞伟分析师 帮大家来做个详细的介绍 也让大家呢 在9月的时候 9月底可以好好的来做个观察 非常的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好 接下来呢 来看到的是今天的QA部分 首先先来看到 第一题 好乐迪宣布10月5号可以唱歌 但为什么好消息却是这样子下跌呢 来看一下好乐迪的部分 老师 你爱唱歌吗 还可以 你客气了 好 这个10月5号呢 宣布KTV即将有条件的解禁 但是唱歌一定要戴口罩 而且整个KTV当中 我们以前常去点的什么 牛肉面水饺都不能吃 只能够喝水而已 在这样的状况下面 好乐的确不是个利多 事实上应该昨天反应过了吧老师 其实先反应了啦 先反应了 因为永远有人比你先知道 所以当那宣布的时候 股价昨天先涨了 宣布是盘后宣布的 一点半之后宣布 但涨价是盘中就先涨了 对 因为有涨上预期嘛 有人先预期到了嘛 会松榜 因为家里来好几天了嘛 那昨天大涨之后 因为今天大阪也没有很好嘛 对不对 没有没有 那首先做个拉回整理 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事情 好 那重点是要看后面更大的趋势 能不能续涨 所以老师要带我们看到 好乐迪的周K线的部分 对比的是今年的9月 跟之前来做相比 老师 对 各位注意看哦 以周K线来看的话 其实它这一段的跌幅 其实没有很大啦 今年的9月跟去年9月的价格 差不多都是在60到65中间 对 去年那疫情 没那么紧张的时候 对不对 但股价也没有说大涨特涨 最高涨到72块多嘛 那这个波段5月份 疫情的关系 还有什么第三级警戒嘛 对 导致什么 它都没办法开业 那当然营收从5月份 开始一路往下跌 往下降 所以合理推估啦 这个不仅这个第二期的5 6月差 包含什么第三期里面的7月8月 到现在9月份有没有 可能营收的不好哦 一定不好 而且我认为它第三季 再赔钱的机会是必然的 好 那请要操作好乐迪的朋友 多多的留意了 接下来来看到下一个议题的部分呢 是大陆限电纺织股会受惠吗 吉胜利鹏老师怎么看 来看吉胜的现行 哎呦 跌好多哦 老师 基本上这个限电 对它来讲是影响不大 没有什么特别受惠受害啦 因为它主要敞在台湾嘛 但它6月就开始跌了哎 对 反映的是什么 它本身的趋势啊 因为它这种这个仿制业 旺期应该是都在第一季 到4月份的时候 是相对旺季的时候 所以股价是涨一段嘛 那现在是比较这样 比较淡季的时候 那从28块多 跌到现在17块多了没有 那这两天有所反弹嘛 可是各位我们注意到哦 它每次它在破季限之后 往上反弹 那一条我们全部 这个资料里面的线有没有 月线月线 纪线 对不起 黄色那条纪线 对 纪线都过不去有没有 对 20块那边 对 那纪线代表什么 所谓警器线嘛 所以代表什么 它现在是无法越过纪线 代表警器是往下掉的 所以它这里顶多是跌生反弹 而且它也不是主流谷嘛 所以基本上它的空间是有限 我们不建议做介入啦 好 那立棚也是一样 你看下一党的立棚 也是压在纪线之下 老师你好深准哦 同个族群啊 都是那个加工师的嘛 同理可证 OK好 下一题 最后一题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林阳了 林阳8月营收7.21亿 创下了65个月以来的新高 老师怎么看可不可以进场呢 林阳的线图 好 我们刚刚讲 今天也是9月28号了 对 所以再去看8月营收 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老师好直接帅 因为8月营收早就反应过了啦 对啦 我们说股价反应未来嘛 对 何况它已经过去市了 对不对 是 现在要看了什么 是看9月营收 好 9月营收什么出来 下个月啊 10月14号11号 再过几天嘛 10月初嘛 对 就公布了 10月10号之前要公布9月营收 所以 现在关心是9月营收好不好 好 这比较重要 好 依量股价嘛 但纯就它的 基础形态来看的话没有 各位没有注意到 它曾经在这个9月初的时候 有一根带量的黑K棒 有有有 那个价格大概40块3到45块之间 对 墓碑线 长黑墓碑线 所以目前维持股价 在这个墓碑线之下 那墓碑好不好 不好啦 不好嘛 所以我认为 现在这样也说啦 如果是这样反弹 那个地方过不去的话 我认为那相对空间 是比较有限的 我的想法是 应该有更棒的标的 比如第三个半导体 你都会找机会做琢磨啊 好不好 老师我发现你是炮 你是讲话很直接的大炮 好 在今天全部当中 邀请到的是黄瑞伟分析师 资历够丰厚 才敢大声说话 如果大家喜欢老师带来的内容呢 可以加入萤幕上面 老师的Teragram 跟Liant 里面有老师非常多的标股讯息 当然你也可以询问他 更多的投资策略 请大家赶快加入黄瑞伟分析师的 Liant跟Teragram 同时呢如果你喜欢股市的桥店的话 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9点半 我们都在YouTube直播 非常欢迎大家呢 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 以及开启小铃铛 记得要记住全部 每天晚上直播等大家哦 跟大家说拜拜了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大家拜拜